绿岛知名的朝日温泉拥有世界少数的海底温泉之一 但不敌这次康瑞台风带来的强风豪雨 温泉外观围墙整片被吹到 而泡汤的屋顶也被强风掀翻 损失惨重 而目前园区已经暂停营业进行整修 残破不堪的屋顶倒塌的围墙 可见当时的强风暴雨威力有多大 这是位在绿岛乡知名的朝日温泉 是当地泡汤圣地 因为拥有世界少数的海底温泉之一 因此每年都吸引不少游客前往泡汤 但这次受到康瑞台风的侵袭 温泉泡汤的屋顶被强风掀翻 外观围墙也整片被吹到 损失相当惨重 朝日温泉是游客到访绿岛必造访之地 如今却被台风无情破坏 目前园区已全面暂停营业 将要进行整修 何时能重新再开放 游客还需再等待 就讲解绿岛相报道